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疫症经营 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6日,周三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环境表运的每日交指南 首先看今天的数据 那么今天晚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数据 在8点半会有一个美国9月份进口物价指数的月率 这个进口物价指数就是美国的一个进口的情况 我们看到这个物价指数是下跌的 另外这个数据对我们的交易没有任何影响 大家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进行基本面 第一点,以色列方面爆出了一个计划 就是将军计划 以色列据传正在设计一个十分危险的计划 综合消息来源看 可能对加沙北部实施严密的排查 然后围困该地区 在这份计划里面 以色列设想围困加沙北部 阻止一切人道主义援助 从而让该地区的圣源可恶使或者投降 该计划于今年9月下旬发布 也就是刚好在前段时间发布 那么这份计划非常的产无人道 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描述 它表示以色列没有必要照顾加沙的弱势群体 以色列不应该向加沙提供任何人道主义援助 因为加沙的老年妇女也是哈马斯战士的母亲或者是祖母 这个计划主要分两步 第一步是撤离加沙北部的居民 第二步是将加沙北部变成一个封闭的军事区 就是所有人看到这个计划都会觉得这个以色列是一个恶魔 并且这个计划根据一位知情的官员表示 以色列已经开始实施将军计划的一部分 那美国反应也是比较大 声称感到震惊并且警告 如果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没有改善 美国可能会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援助 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已经是强弩之末 或者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疯狂 如果他真的执行这个计划并且按计划完成执行 这个以色列连美国都不敢给他去做一个战队 因为他做的事情得罪了全世界 那么通过这个消息我们大概判得出 这个以色列中东地区的一个冲突 未来很可能会有一个激烈过程 但是这个以色列很快就会衰退下去 第二点我们看一下 美国向以色列发出最后的通牒 美国官员已经证实 美方已经去含要求以色列在30天内采取紧急措施 改善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事宜 这和前面这个消息是一样的 美国做出一个表态 我不跟你以色列是同一条船 就是在这一方面里面 美国也不敢得罪全世界 如果说他敢支持这样一个计划 敢支持以色列做这样一个事情的话 至少明面上他不敢支持 暗地里面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国防部长奥斯汀 已经自信以色列的官员 要求采取具体的措施 这是一个两大官员共同施压 以色列之前去美国的时候 拜登也要求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 也是有强力的施压 那么这个消息对我们交易有什么影响 首先第一点 对于原由而言 它肯定就是一个偏利空的 以色列要敢做这个事情 并且已经在做这个事情 那么未来败局基本上已经定了 只要他做的越来越过分了 美国都不敢站边的时候 那他的一个失败也就成为一个定局 但是我们注意一个消息 你看一下 在前两天我们知道 美国向以色列部署一个萨德 对吧 那么美国部署萨德就表示什么 表示以色列的铁穷系统 基本上已经失效了 或者说铁穷系统 现在已经面临很大的危机 另外我们看到原油价格 最近也是开始出现一个下跌 说明整体的一个大格局 基本上已经定了 最后点 我们看一下贝莱德CEO表示 比特币在投资潜力上可以与黄金媲美 这个贝莱德大家都知道 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他们这么讲 就足以说明他已经在这方面有所布局 所以未来这个比特币 如果说持续上涨的话 我们曾经讲过 它会带动这个黄金的上涨 今天黄金早盘也出现一波上涨 甚至很可能要突破新高 历史新高 它上涨的原因 很大部分就是这个 数字货币给带起来的 所以他们之间一个关联度 对我们做交易的朋友也要多多的关注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面 可以看到今天基本面并不是很多 但主体方面还是以原油为主 这一点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还没有关注我们 一正经营朋友点点关注 关注一正经营 黄金白云投资不迷路 下面进行技术分析 我们用K线法则交易系统 给他做个解盘 想要学习K线法则交易系统 朋友欢迎大家和我们联系 我们首先看一下黄金 黄金首先在生物图里面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看涨法则 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上升的逻辑 就是这个空头的话 基本上没什么任何反抗的一个余地 根据我们的法则 它已经涨破了第一个法则目标 将会进入到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加速阶段 那么这个黄金很可能会涨到 2695和2692这个区间 想要做空的朋友 这个黄金 注意一下 269592才可以去做空 而当前这个黄金 它支撑是在2674 在四小图里面 多公分界是在2666 所以基本上这个黄金比较简单 你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2674 可以先尝试做一个短多 如果说它跌破了 那止损的话 你注意一下 2670和2666之间 可以继续的买涨 空单的话 目前是不建议它去做的 因为这个黄金的空单 整体一个氛围 目前去看还不是特别的强烈 除非在四小图里面 出现一个明显的空头信号 我们才会去做空 当然涨到269592 也可以去做空这个黄金 但今天晚上还是以DC做多为主 如果说破了这个2674 反弹到这个2680 这些价格敢不敢去做空呢 其实到2680的话就不能做了 但是如果说它这个267778 反弹267778 涨不上去 反而又跌破这个2674 这种情况之下 你反而可以去做空 看跌到这个2670以下 到6668 这些价格再重新买涨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黄金 这个黄金还是以买涨为主 空的话 你可以挂单挂在这个2694附近 做空就可以了 挂单也可以挂这个2666附近买涨 下面看这个原油 原油的整体一个局势 还是一个空头为主 这个不变 因为在四小图里面 它整体的一个下跌的法则 没有改变 短期去看这个原油 我们看跌到648和67.5附近 那么昨天节目也讲了 这个原油想要跌破6665 64这个平台的短期去看 还不太现实 我们判断的很大可能会在 美国总统选举以后 这个原油才有可能跌破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周线级别的一个平台 你看这个图 这个平台的话 我们的判断就是要到 美国总统选举以后 所以近期的我们先看这个区间 反复做个震荡整理 最终跌下去 那这个原油能跌多少呢 如果说这个沙特真的去增产 那么很可能会跌到50到40之间 当然这是一个后话 我们还是看今天一个短线 在中途里面这个原油 下方只剩下两个 第一个是69.9和69.7这个区间 第二个是69.1和69这个区间 这两个价格是原油 今天去买涨那个价格 那你挂单可以挂69放一个多单 而69.9和69.7呢 我们会观察是一个做多 这个原油我们不敢看大涨 但是呢我们会看一个震荡 这样一个区间震荡 这种概率为主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低吸高抛为主 基本上近期这个原油的话多也可以做 空也可以做 保守一点呢 你就以高空为主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前这波下跌呢 能到这个69和69.7区间呢 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个多单 白银的这一波的上涨 已经走完我们法则第一个阶段 如果说这位置再往上突破 突破上去 那我们会看涨到法则的第二阶段 就是32.27这个价格附近 是白银的下一个目标 所以当前的白银的交易比较简单 第一个我们看到能不能突破 能跟着突破上去 那么回财机就买涨 而当前的支撑是在31.8这个价格 31.8呢可以清仓买涨 在小图里面呢 多分界是在这个31.57比较远 那目前这个白银呢 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以买涨为主 但如果说这位置啊 产生一个冲高回落长上瘾的K线 就有明显这种打压乏力的情况呢 这个位置你才可以去做空 否则的话当前还是一个买涨为主 那目前这个白银呢 你可以止损放在这个31.79 然后呢逢低买涨就可以了 突破这个31.88 才可以继续的考虑加仓啊 能到这个32.27附近呢 可以做空啊 你在这位置呢可以挂单 突破上去呢 可以继续跟进做多 那今晚上呢 能不能涨到这个32.77呢 应该概率不是很大 因为今天晚上没有什么爆点 虽然呢这个白银呢 基本上这一波白天走的行情呢 已经走完 很大概率会在这个位置呢 震荡震荡啊 稍微冲一下 然后又做一个调整 就后续会比较弱了 这是一个白银 所以我们看这个美元啊 美元整体一个上升的逻辑啊 还没有变 今天比较好的支撑是在102.933 这个价格附近 轮到这个价格附近呢 可以去买涨 美元啊 未来的一个目标 我们是看到105和104.7 这个区间 这是一个法则下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美元呢 今天晚上很大概率 也不会有特别大行情 会在这个位置呢 这样反而会震荡 你就以DC为主啊 继续做就可以了 那目前这个美元啊 什么情况要看大跌呢 会跌穿102.77啊 才有可能大跌 美元啊 跌穿102.77 才有可能大跌 所以买涨呢 你就要以这个价格做一个止损了 逢低买涨 一定要带这个止损 因为一旦破位呢 整个法则就会改变 就很可能会快速的下跌 好 以上就是我们抑郑经营啊 K线法则交易系统带来的减盘信息 想要享受抑郑经营 全天后十班指导的朋友 欢迎大家加我们抑郑经营的会员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 和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